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娃娃可以送她一个 小姑娘开心极了 从老人的手里接过了一个长鼻子小丑娃娃 迫不及待的把玩了起来 此时突然两个女人推门而入 她们嘴里骂着脏话 衣着前卫暴露 看样子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 接着一个戴帽子的男人跟着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就要礼貌绅士了许多 原来绅士哥和两个女人大美小美并不认识 她们只是搭乘了同辆顺风车 两位老人并没有厌恶她们 而是热情地给她们安排了房间 接着老人带着绅士哥以及花花来到工作室参观 原来绅士哥也喜欢这些娃娃 他本身是一个拥有着同真同趣的人 而另一边的大美和小美正在偷偷地密谋着什么 原来两人看到白发叔的家装修豪华 还摆着不少的古董 于是见财起义 打算趁着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 将这里洗劫一空 小美有些不忍心 但大美却鼓励她干上一票黑少奋斗好多年 小美也就只好同意了 夜深了 大美拿着手电来到了白发叔的古董收藏间行窃 这时桌子上的音乐盒突然响了起来 她连忙关掉 然而她没有看到的是 角落里的一个洋娃娃的眼睛突然转了起来 嘴里也伸出了长长的獠牙 这时大美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圣人的笑声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股神秘的力量就将她给拖倒 大美摔得是满脸是血 接着她又被拖出了房间 这时花花起床喝水 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花花害怕的赶紧跑到了小帅的房间 向他们描述了刚才的那一幕 但却遭到了小帅和冷墨姐的一痛臭骂 并将她赶出了房间 没有办法 花花只好来到了绅士哥的房间 而绅士哥也认为 这只是孩子的幻想而已 但他不想伤害孩子的心 还是耐心的听着花花讲素着 这时绅士哥低头一看 发现花花的拖鞋上有血迹也产生了怀疑 决定和花花去查看一下 两人在楼道里发现了一条长长的血迹 沿着血迹两人来到了阁楼 这时他们的身后忽然闪过了一个黑影 绅士哥一走神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身上沾了满身的血迹 这个屋子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绅士哥赶紧四下查看 结果发现大美失踪了 接着绅士哥赶紧召集大家来到了客厅 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但是大家都认为是绅士哥杀了大美 说着就要将绅士哥绑起来送交警察 花花大声的为绅士哥辩解 但大家根本就不听 花花一去之下就跑开了 小帅赶紧去追女儿 而花花躲着不见小帅 小帅就拿起了小丑娃娃威胁女儿 说再不过来就要将娃娃给撕碎 但没想到的是 他反而被娃娃咬了一口 恼羞成怒的小帅又拿起了蜡烛要烧掉娃娃 结果蜡油不小心掉在了脚上 小帅疼得一松手 娃娃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后绅士哥找到了白发书 反映着屋子里发生的怪事 但白发书却故作幼儿言他 似乎是在隐瞒着什么 也许大美只是偷偷的离开了 反正也素不相识 没有人会在意他到底怎么了 绅士哥无奈的来到了厨房 清理身上粘着的血迹 接着花花抱着小丑娃娃 来到了厨房找绅士哥 两人聊着今晚发生的奇怪的事情 这时一道闪电照射到了小丑娃娃的脸上 随时哥看到娃娃的脸居然动了 他似乎在和自己说着什么 而另一边 冷漠姐正在睡觉 忽然他的被子里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开始上下不停的跳动 他壮着胆子掀开了被子 只见是一床的洋娃娃 手上拿着武器 面目猙獰的冲向了他 锋利的小刀刺进了冷漠姐的身上 遍体鳞伤的冷漠姐 挣扎的跑出了房间 来到了小美的房间求救 结果一开门看到小美的房间也是同样的情形 冷漠姐想要逃跑 但身后也站满了洋娃娃 被逼无奈的冷漠姐最终选择了跳楼自尽 另一边小美一个人在房间里寻找大美 他猜测大美此时应该还躲在某个房间里偷着东西 这时小美的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是白发婶 小美赶紧躲了起来 暗中进行观察 小美发现白发婶目光呆滞 推着一个婴儿车 看起来应该是在梦游 小美不敢坐身 到白发婶左右远后 她来到了阁楼 结果在这里看到了大美坐在地板上 一动也不动 接着小美叫了几声 大美还是没有回应 这时一道闪电照在了大美的脸上 小美惊呆了 眼前的大美眼睛变成了塑料的 就像那些洋娃娃一般 接着两个塑料眼睛掉在了地上 只剩下了两个血淋淋的空洞 小美尖叫着想要逃跑 一抬头就被一个牛仔娃娃套住了胳膊 好在小美集中身至 用蜡烛点燃了牛仔 但很快更多的娃娃又围住了小美 小美不愧是混过社会的人 解下了身上的皮带扣 不停地挥舞抽打着 被砸中的娃娃倒地不起 外壳破裂 露出了恶心的内脏和粘液 好不容易跑出去的小美 又被几个木头士兵拦住 几声枪响后 小美倒在了血泊中 另一边 花花带着绅士哥来到了储藏室 开灯后发现了满屋的娃娃 两人都十分的开心 谁知这些娃娃都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 然后扭头看向了两人 这个场景对于同身的花花来说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绅士哥却感觉特别的吓人 他猜测到今晚发生的可怕事情 都和这些娃娃有关 随后绅士哥拉起花花就准备跑 还踩扁了挡路的娃娃 绅士哥的这些举动惹怒了这些娃娃 娃娃们扑到了绅士哥的身上 不停地殴打撕咬她 花花赶紧上前阻止 娃娃们似乎不愿意伤害花花 听见了她的指责 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露出了难过的表情 接着几个娃娃聚在一起开了个会 商量该如何处置绅士哥 另一边 回到房间的小帅 发现了冷漠节血肉模糊的尸体 他以为是绅士哥干的 于是抄起木棍 四处寻找绅士哥 而娃娃这边 经过商议 认为绅士哥还保持了一颗童心 决定放过他 随后花花搀扶着绅士哥 走出了收藏间 结果迎面就撞上了小帅 而小帅也不听绅士哥的解释 就将他给打昏 在混乱中 还将花花推倒在地 发狂的小帅冲上去 就想干掉绅士哥 这时小丑娃娃跑了出来 拖住了小帅的脚步 而其他娃娃则趁机 将绅士哥和花花给拖走 最终 弱小的小丑娃娃 被小帅砸得个粉碎 就在这时 白发叔和白发婶 出现在了小帅的面前 他们承认自己是巫师 既然小帅砸坏了小丑娃娃 那就让小帅来代替小丑娃娃 说话间 小帅忽然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 接着他慢慢的缩小 最终变成了小丑娃娃的模样 转过天 白发婶告诉苏醒的绅士哥和花花说 昨晚的经历 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接着白发叔 拿出了一张小帅 留给花花的信 小帅告诉花花 他对自己不负责的行为很后悔 没有脸见花花 昨晚已经带着冷漠节离开了 而且他留下了一笔钱 委托绅士哥将花花送到亲生母亲那里 影片的最后 白发叔和白发婶 目送着两人远去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片 有一种复古恐怖的美感 涛哥还是挺喜欢那一时期的风格 包括那个时期拍摄的国产惊悚恐怖片 像圣保罗《医院之谜》 《午夜两点》 《雾宅》 以及解说过的《黑楼精魂》 都非常的经典 有机会涛哥再把其他的给大家讲一讲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